在刚刚结束的这个国庆黄金周 边境游览线路成为不少游客的新选择 大家选择前往边境地区感受国门的壮美 同时享有游轮跨境便利的海岛跨境游 热度也在持续攀升 打卡千年雄关 友谊关 金基山谷炮台 等众多边境特色旅游景点 成为了不少人出游的首选地 10月7号 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 记者在友谊关口岸出入境大厅看到 大厅内的通道都排起长队 出入境客流量热度不减 10月1号至7号 友谊关口岸出入境人数达7万余人次 10月2号至4号连续刷新5年来 口岸单日客流量新高 同样人潮涌动的 还有中越边境客流量最大的陆路口岸 广西东兴口岸 假期7天 东兴边境站 累计验放出入境人员超15万人次 同比增长29.1% 在广西德天跨国瀑布景区 游客数量景喷式增长 日均客流量超2万人次 云南的中老铁路摩罕口岸 因中老铁路的快捷 便利 舒适等原因 也成为西南地区出入境游客的首选 国庆期间 摩罕铁路口岸 共验放出入境旅客6400余人次 出入境客运列车26列次 分别同比增长163.8% 85.7% 国庆期间 基本上每列国际客运列车 都达到了最高票额 热度攀升的还有海岛跨境游 在山东石岛 因游轮的跨境便利 日本 韩国的游客数量 今年不断攀升 同比增长了30% 这次旅行感觉非常棒 为海的景色很美 美食也很多 通关很顺畅 边界民警耐心细致地引导我们 服务很热情 下次还会再来中国